学佛人心中要没有对别人的仇恨 在人间你去恨别人 但是被恨的人他没有痛苦 只有恨别人的人他自己很痛 而你去恨别人恨得自己遍体鳞伤 恨的是业障的根 烦的是痛苦的本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原本 缘分是一本书 这本书你如果翻得不经意 你会错过很多的善缘 但是你读得太认真 你又会常常的流泪 所以对缘分不要去和别人争斗 人间有一句话 不同傻子去争辩 否则你就搞不清谁是傻子 能够学佛成功的人不是成功在初始心 而是成功的人他拥有一颗永恒之心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arter 哇 谢谢你